叮叮当叮叮当 这个不是圣诞节哦 我是要告诉你玻璃星球准备起飞了 那在这个农历春节后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空中用玻璃星球跟大家来见面哦 当然了这个步调啊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氛围来说 都跟这个五号阳光第三阶段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都还好吗 过得还开心吗 希望你一切都好 在玻璃星球当中 这个年度我们会锁定比较多的议题是在于告别这件事 尤其对于宠物告别 我们一起来都有做蛮大的一个着力点哦 相信在过往的几期节目也都有跟你来聊到了 那在这边其实在20年10月的时候 其实有一篇新闻啊 他有提到哦 就是说有精神科医师 他平均可能一年他会看不到这个两个到三个的 这个因为宠物而有一些相关身心症状的人的一个个案哦 但是他现在平均每个月都有超过三例以上的个案来需要这一方面的相关需求都有这样子的困扰哦 所以同时也就显示着说我们对于宠物的这一个关系告别 还有对这一方面的一个亲密性来说 其实是与日聚增的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与日聚增的一个同时间 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处理 关于面对伤痛这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导致于说 可能有一些的不是那么适合的情绪产生了 想想看 有一个情况 如果你带着你的这个毛小孩到湖边到河边西边去玩 结果呢他不胜落水 那溺水了 你却冒险下去救援他 可是他最后仍然在你面前离开了 那对于这件事 你是不是又会至少你会经历到自己 可能濒临这个溺水的恐惧 然后目睹亲密的宠物在你面前离开的这个过程 那这一方面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子来说 当然经过医师的点评 他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也就是所谓的PTSD 那这个PTSD呢 他的讲法啊 他比较在学理上的说法是指当亲身经历 或者目睹到威胁 或是生命有极重大的伤害的时候 会有一些极度害怕恐惧 或者是无助感创伤后的反应 等等的一个诊断主则的一个症状 它包含了有四项以上 还有这些包含说再一次的 不断在脑中经验创伤事件的感觉 逃避情绪麻木 还有警觉性增强 而且持续了超过一个月以上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达成这个PTSD的问题了 那当然在更现代 还有一个更专门的名词 这个名词呢 我们叫它失去宠物症候群 那我相信这个就不单单只是毛小孩了嘛 这个就是任何的 有这个衣服关系 亲密关系的出现的这个动物 跟人类之间 其实就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 那这同时间当然也就是提醒着大家了 我们对于宠物 我们对于毛小孩的这个衣服关系 是非常强烈的 那就相当于人类的小孩 对于人类的大人也同是如此的呀 那其实在节目中 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的 这个大脑的运作机制 处理这一段悲伤的经验的运作方式 都是一样的 所以并没有一个比较太特殊的一个分别哦 那由这边呢 还跟你来告知 来讲到这一些相对应的 嗯 一些症状哦 前一个小段落 跟你讲到的这个 呃 丧失宠物症候群 在台湾还有另一个翻译 叫做丧失宠物抑郁症 那它在英文呢 它的说法叫做 Pet Loss 那这个Pet Loss呢 其实就是包含说这个 时不下宴或者是无法入睡 以及持续的眷恋于这个宠物的生前的玩具 还有像是 嗯 可能 呃 不自觉的换出宠物的名字 等等的 好 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 Pet Loss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好 那呃 针对于Pet Loss的这件事情 因为理论上 如果我们照正常的范围来说 我们是呃 逃不开这样子的一个呃 这样子的一个宿命哦 就是说四主 他一定都要面对这样子的时间 因为其实有呃 绝大多数的这个物种呢 他们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年限 或是平均寿命来说 都是比人类还要短的 所以面对这件事情 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只是呢 呃 这个四主因为宠物的死亡 或者是宠物的离开 而感到很深的失落感 和悲伤哦 呃 这个也是会有一些 嗯 相对应的情况的 但是Pet Loss 这件事情呢 也当然因人而异了 容易产生 Pet Loss的这个 嗯 症状的人呢 包含了呃 三十岁以上 而没有小孩的夫妇 单身者 以及年长者 或者女性 比男性 也更容易产生了 Pet Loss哦 那Pet Loss呢 在这个基础的分类来说呢 马上这边找到了一个 相关分类 它就分成了四种 包含了 行动 身体的感觉 感情 还有心力 这个部分了 首先 关于行动的部分 包含了哭泣 失眠 食欲不振 或者是暴食 还有常常去到 呃 生前宠物 常去玩的地方 或是让自己 异常的忙碌 叹息 或者说 呃 频繁梦见 辞去的宠物 等等的 这个是关于行动的部分 那么另外就是 生理上的感觉了 胃痛 恶心 呼吸困难 常常感到口干 舌燥 很容易口渴 容易的疲劳 身体疼痛 肌肉酸痛 甚至没有力气 等等 这些被归累在身体感觉了 那如果说是在感情上面呢 你会遇到 关于孤独 或者说对于一些救助者 包含说受医 包含说一些相关的这个业者呢 你会感受到一个 嗯 只是无有的一个愤怒跟不信任 或者是祈求上天 能够用自己的这个隐蔽的方式 来抵掉这个宠物的这个羊兽喔 那甚至像自责 或者是对事物毫不关系 困惑等等 这些都会包含在感情里面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这些虽然都是很正常 我们一定会经历的悲伤过程 可是千万不要太过度的担忆了喔 要给自己设一道防线才可以喔 好 那再来呢 另外就是包含了这个心理的部分了 心理呢 其实就会有这个否定 觉得他离开只是一场梦而已 思绪混乱 判断力低下 没有办法专心 或者常常产生听觉 幻觉幻听等等 或者是一直一直想着他的事情 还有就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 以及不想和其他人有所接触 这样子这个 就是有关于这个Pet Loss的这个反应了喔 那其实关于对于Pet Loss的一个解决方式 这一边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包含说了 为死去的宠物取代葬礼 还有写信给这个已经离开的宠物 或者是制作他的相簿 还有做一些纪念的纪念品 比方说立碑或植树等等的 像马斯就有一个朋友 就把他的密带屋 葬在了这个大树旁边 那那个树原本呢 其实也没有这样打算的 只是呢 他后来听说是葬在那边开始 旁边就会有一些树的 一些小芽种子啊等等 开始陆续的发芽 那他就会觉得这个 就是属于他的跟这个树 还有跟这一个密带屋 他的一个精心时刻了 或者你随身携带着 这个离开的宠物的相片 还有为他造墓 还有和这个 一些有共同经验的人来聊天 一起共同 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情绪 共同的 他去处理这方面的难过 这些都是有助于走出 Pet Loss 的一些方式了 那当然 如果Pet Loss 这个事情 你没有正视它 你没有再去处理它 就会变成我们说的 所谓的这个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那甚至再久了 就会残害了自己的生理跟心理 就会有这个身心症的问题 包含说忧郁的这个症状了 那其实对于忧郁的症状 很多人说 除了运动之外 饮食也是相当重要的 关于饮食的部分 其实对于忧郁的部分 这个鱼油 说不定是一个还不错的 一个饮食的内容 可是呢 这个饮食内容 却也不是致白病 也不是所有的身心症状 都能够处理的 等下下一段的节目 再告诉你为什么啦 充满活力的每一天 就像是欢乐的音乐 只因为每分每秒都听见 高兴活活电台 爱分球色变散 莫文蔚的歌曲 这首歌慢慢喜欢你 继续收听到的是 玻璃星球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我是马仕 那上一个阶段 聊到了说 如果这个Bad Loss 没有好好的正视它的话 其实就会形成像是一些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一些情绪反应 到最后就是可能会形成 PTSD 或者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身心症状 包含说重欲忧郁的 一些状况来出现 那如果假设啦 真的遇到了这个状态之后 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个协助 那甚至自己在运动及饮食 还有生活作息上 也都是要来调整的 那但是呢 关于说这个 对于这个饮食这一方面 在身心症来说 过往呢会有讲到说 使用鱼油这件事情 似乎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营养补充 那似乎也可以 使用它来预防 这个忧郁症状的出现 但是呢现在在这个 国际上比较权威的 一个一些医学期刊 反而他们建议 不要使用补充鱼油的方式 来这个减缓 忧郁症状的发生 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又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能说 它完全不需要 而是说 它只有在特定的一些状态的时候 才是比较需要的 为什么会 当时会讲说 使用这个鱼油是OK的呢 好 根据当时的一些报章流来讲到 有研究来指出 鱼油它富含了 Omega 3 那这个Omega 3 它可以协助来 稳定情绪预防忧郁的出现 而且在Omega 3里面 还有DHA EPA之间 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那它们的都是 人体及大脑细胞的重要成分 可以强化大脑细胞膜 以及神经传导物质 进而有助于改善情绪 因为我们也说嘛 这个跟情绪相关的一些问题 它或许跟这个脑袋 脑部的一些病变 是有一点点相关的 所以说 就会有人来讲到说 用这个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不过呢 国际的医学期刊 美国医学期刊 JAMA 它在里面的其中一项研究就指出了 补充鱼油 可能对于这个预防忧郁 是没有那么多的帮助 那更以进一步来理清说呢 这个报道里面讲的是这样子 它呢 这个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 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效果 反而对于这个重狱的人来说 才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见效在 那以这个状态来说的话 在这个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 附属的它的麻省总医院 以及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团队 他们招募了将近两万名 并没有这个忧郁症状的受测试的人 并且把它随机分成两组 一组有摄取鱼油 那每天需摄取一克左右 那另一组呢 则是使用安慰剂 那这项研究呢 就是会来发现受试者 需服用这个五年到七年的这个药物 所以长期的随机测验 这个来说其实也是蛮少见的 那后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呢 他们也记录了这个五年到七年之间的 随访变化嘛 他们发现了 Omega 3呢 对整个情绪没有有害 或者是有益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鱼油组和对照组在情绪变化上 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鱼油组发生忧郁的风险 甚至高于对照组的13% 而研究结果也表明 一般没有忧郁症的成年人呢 没有理由仅仅为了预防 由于症状或保持自己情绪 而服用鱼油补充剂 那另外呢 这个对于心血管疾病 全阴死亡率 或者是轻生肠胃道出血 容易与伤害胃部不疼痛等等的相关风险 在鱼油组以及对照组之间 也都没有呈现比较明显的差异哦 等等 来预防忧郁 他可不可以来改善忧郁呢 后来呢 在这个台湾啊 长期来研究精神营养的这个医师呢 他就说到了 哎这个 你在符合两个条件下 其实他是 可能有可能可以来进行使用鱼油的方式来进行改善的哦 那这个研究呢 出自于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张贝珍主任医师哦 那他说呢 在符合的状态下来说呢 包含了这个诊断要比较严谨 那是呢 这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五年到七年的这个研究方式来说呢 还没有到那么严谨的状态啊 有一些仅是透过个案自评 或是身心健康量表来进行评分 那也许呢 个案并不是真的达到临床忧郁的症状哦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呢 鱼油中的EPA的浓度建议要高于60% 而且EPA和DHA它也有特殊比例哦 EPA和DHA的比例是2比1 这项研究呢 所使用的浓度和比例都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显著啦 也就是从这边来提出来说 嗯 或许啊 这个在长期研究的单位配合下 可能比较重视的是 身心健康 但不代表它可以完全等于一般社会大众哦 所以呢 它是认为说这个 嗯 下的一个定论 还有一点太早了哦 所以说呢 对于忧郁的高危险族群来说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只是呢 它可以作为预防性辅助使用哦 那这个医师呢 他也曾经用了他过往的一些例子 来去做一些相对的一个说明哦 只是呢 除了摄取Omega 3之外 也要透过每周吃两次的鱼 四次的坚果 那这个四次的坚果呢 就一小吃就好了啦 这样子都可以来补充Omega 3 另外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运动习惯 对于情绪调节 通通都是有帮助的哦 像在这一部分 其实才是比较重要 比较多的一个 嗯 对应的问题哦 那当然同时也就不厌其烦的 要来继续的让你知道 就是说 民众可以透过全国的一个防治中心的 一个亲身防治中心的检视健康量表 这个叫做BSRS之五 别名又叫做心情温度计 来检测情绪困扰的这个程度哦 那如果是超过六分的话呢 建议找身边的检盘好友聊一聊 其实我们会发现 很多人的压力 其实是没有讲出来的哦 透过讲话 来做一个心理的缓解 其实这是蛮有帮助的哦 可是如果啊 你超过十分的话 嗯 这个就真的是需要 专业的协助了哦 也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 秀明 也提供给你啊 来做参考哦 你拥有碌碌碌的生活 看夜光依旧在闪烁 疑心待愿也许寂寞 想把温柔 抛在身后 FM94桑 陪在你左右 高雄广播 不管是你自己 还是他人 每个人的生命 都只有一次 请爱护生命 拒绝酒驾 大家好 我是彻魔 欢迎你继续收听 最关心您的电台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AM1089 话说你会不会觉得 这几天我在讲话的时候 声音一直都憋憋的 然后还有一个 撒撒撒的声音 因为一直都是 戴着口罩主持的 所以说嘴巴抹擦到 口罩的声音 当然也是会有影响 当然是有装一些 口罩支架 只是说 总是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没有办法的时刻 还望在疫情期间 大家嘟嘟待待 有时候听到一些杂音 是自己心情也不是太好 但是我想为了防疫 为了一些我们大家的安全 我想这件事情 是有必须的 而且也一定要持续的 观测时钟 已经晚上咯 过得都还好吧 希望今天这一小时的节目 对你来说负担没有很大 希望这一小时的 玻璃星球的旅程 让你实实际际的 参与了其中 希望今天分享的 关于PathLost 这样子的议题 还有关于忧郁 社区Omega3的 这个议题 希望有的些时候 真的可以放在心上 毕竟我们也不知道 自己哪一天 真的有需要 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 只是当然如果可以 我会希望 你都不要用到 这样子是最好的 只是生活当中 拜拜中的情绪 总是多知道一点 给我们更有更多的武器 可以放在我们的身上 好了 在深夜 在半夜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空中 来陪伴你 好 如果呢 你有喜欢马仕的声音 你有喜欢马仕的节目内容 还不妨到 马仕的粉丝专业 Mr.马仕 MR.马来摩德马仕 官长的是 在节目上面 跟我在粉丝专业上面 来跟我做一些留言互动 或者是说 有一些歌曲 你想要听的 你可以跟马仕来建议 马仕会选择在一些 比较合适的时机 或者是比较OK的一个状态上 来帮你播放这一首歌曲 那除了这个玻璃星球之外 还有这个礼拜六 下午一点到两点 马仕跟阿诚来主持的 城市说书 以至礼拜一到礼拜五 下午3点05分到4点的 午后阳光第三阶段 总共三个节目的时间 那每一周都有好多好多的机会 在空中陪伴你 希望有我陪伴的这一个小时 你过得开心 过得愉快咯 我们玻璃星球的最后 送上这一首歌曲 来自于曹雅文的 抱一个 希望在歌曲当中 祝你有一个好梦 下次见